古詞,詞曲,李宗盛 詞,李宗盛 曲,李宗盛 引起,李宗盛 曲,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曲,李宗盛 我們講說說 我們講到BioMask 就是生殖能 基本上上期講過說一些制造的方法 那制造方法出來之後 大概比較常見的種類就是分成兩大類 第一大概就是氣態 包括有什麼 包括澡氣 澡氣裡面就是甲烷 CH4 還有H2這樣子 還有CO這樣子 那如果是液態的話 比較多的是乙醇 就是我們講乙醇 還有什麼 乙醇之外還有BioDESOL 就是我們的生殖柴油 所以大概就是比較多這一種 那如果說 也講過說 如果在市面上你看到那種什麼 一多少的就代表說酒精 石油裡面加了多少%的乙醇 那就是1 5 1 10這樣子 那如果寫個B 的話 代表說裡面加了多少的生殖柴油這樣子 那這邊是講說 它的好處跟壞處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好處就是怎麼樣 生殖能 它是怎麼樣 很乾淨 而且是什麼 是Renewable 是再生的 對不對 而且基本上 生殖柴油的話 它會什麼 比較少的什麼 比較少的一些emission 為什麼呢 因為它比較乾淨 就是因為提煉過之後 本來就比較精純一點 而且它本身 我們講過說 它沒有製造新的二氧化碳 它是直接把現在大氣裡面的二氧化碳 拿出來從去循環使用而已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而且又可以減少一些什麼 一些我們一些廢物啊什麼東西 對不對 Waste sent to landfill and decreases our smell Reliance on foreign oil 就是這樣子 就是基本上是它的好處 壞處就是一句話就是怎麼樣 你就要跟那個 也是需要一些大規模的種植的地方 所以說基本上你一些基礎建設 還有一些運輸工具都要 而且這邊應該沒講到就是說 它是以人的增糧食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概是它比較大的一些障礙 好 這樣是昨天講到這邊 好 那既然是我們今天在講的話 我就稍微把它講過 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你如果說生殖原料的技術 跟市場應用 這個東西啊 我常常講說 你們在念書的時候 大概還有一個東西 你看起來大家覺得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要自己找方向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很好參考的 比如說現在我要做研究 我要找什麼方向做研究 我就參考這個了 如果來自你的創業 一樣的道理 所以有時候 剛開始當 剛開始當 我們當學生的時候 剛開始去找工作的時候 可能比較單純一點 就是有什麼工作機會 我們就去找他 但是有一天 要自己找方向的時候 對啊 所以這邊是講說 比如這邊講說 這個整個市場跟技術的應用 有沒有 固化的 固態生殖材料 澱粉 油脂類跟濕式生殖 就是一些 一些那個跟微生物相關的東西 就是他原料這幾個大類 然後他轉換技術 以前我們講過了有沒有 就是那兩大類有沒有 Cermal chemical 跟Cermal 跟那個什麼 Biochemical 這兩大類 所以說如果把它調列出來 有燃燒 氣化 裂解 發酵 萃取或燃養消化 這幾個我們都講過了 然後呢 然後產生了燃料這些東西 有沒有 如果是氣化的話 產生什麼東西 產生一般的我們 應該這邊 澡氣這個地方 生殖氣體就是澡氣 或者是說用氣化的話 產生液氧化碳 或是H2O H2嘛 氫氣 那如果燃氧的話 是產生澡氣 就是這個地方 那如果裂結 產生生殖油 發酵產生什麼 甚至酒精 萃取可以產生生殖油 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整個大概看起來 都很清楚 燃料就是這些東西 然後呢 市場應用大概就是這邊 對不對 氣電共生 熱電共生 或是氣電共生 熱電共生 氫氣 交通燃料 所以這個的話也是 之前看到那個什麼 看到那個英文的那個表 中文化 這個看起來也蠻清楚 大家只要把這個東西搞定的話 你大概對整個生殖能的來龍去脈 那就應該有了解了 接下來就是技術的問題 技術的話就 每個老師 每個老師都是有專門的 OK 那這邊是一些什麼 一些 也是一樣 他只是把它 講的 跟剛才前面那個東西 是一樣的 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把它展現出來而已 最主要是這幾個 裂結 跟什麼 跟企劃 是固態的 大概是一樣 這邊是比較單純的 比較明 不是單純 比較更明顯的把它給調節出來 看前面那個就OK了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邊還是一張圖 你看 有沒有看到 看到紫色那一塊 他估計 但是 這個會不會有修正 我不是 這個 有時候講到說 要估計到2000那個 這個是 2006年的估計 不過這個有點點 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他的數據來源是怎麼樣的 我是看到他的估計 但是有點太誇張了 但是你看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紫色的 有沒有 升值才能 他到後面的話會變那麼多 然後壓縮了哪些東西 這三個 這幾個都會壓縮到 橘色是什麼東西 我們的天然氣 這是什麼 Oil 這是什麼 那個煤礦 反正這三個一定壓縮的 為什麼呢 那個什麼 資源 隱藏量 隱藏量 越來越少 就是說你開發資源越來越高 然後你隨著什麼樣 隨著這個量 這個量還要提高 還要提高 所以基本上這幾個 一定會越來越昂貴 所以這個 上面三個就是什麼 都是在成長的 BioMath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一些 他是說一些間接性的再生能源 包括風力啊 還有什麼 還有太陽能 對不對 還有那個水力跟那個 所以看起來 所以這邊只剩大家講說 看起來好像每個產業 都有非常大的什麼樣 大的圓景 大家都畫大餅 畫這麼大 以後會怎麼樣子 再說 反正 反正現在只在這個地方而已 對不對 現在只在這個地方而已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這個應該差不多是有 只是說 這個都是怎麼樣 這個地方都是這三大塊 我們講過這三大塊 還是最主要的 這就是很小塊 是真的有沒有辦法這樣子放大 不知道 不過放大是一定有的 只是有沒有放這麼大 看這個是台灣的一些發展現況 上次講過了有沒有 在花蓮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樣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就是利用做廚餘的一些 一些那個 不是 這是RDF 這講過就是一張圖 就是一樣的圖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在哪邊 這個是在台北 在台北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早氣的一個發電站 一個 利用早氣來發電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台灣都是有 已經都做的蠻多了 只是還沒有很大量 剛才那個是什麼 剛才那個是什麼 固態生殖 這邊是Biodesol 就是我們的生殖柴油 這在嘉義 嘉義也是ITRE 就是工藝院 他有做一個示範廠 對不對 然後這個也是給 就是一些 一些truck 一些 台北市裡面有一些什麼 一些生殖 用生殖能 推動的一些 推動的卡車 所以基本上 他這邊講說有沒有 Promote B1 to B2 2011年 所以我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 理論上是 現在已經應該 應該有B1或B2了 就是說我們的嘉義在裡面 你應該有地方看到 加1%的生殖 酒精或2%的 但是好像真的 我還沒有注意看 好像還沒有 你們有看到過嗎 嘉義在裡面有B1跟B2的嗎 好像你沒看到 但是理論上是應該 應該要有才對 他這邊講說 Turget 2010年就要什麼樣 就要有一些什麼 一年要產生多少 10萬千公升的 B2的汽油 所以這個不曉得有沒有 但是應該是 這方面應該是可以做的 好 這個是他們講 這就是一些優勢 反正大家要看SWAT 對不對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把它唸一下 優勢 它是可以跟化石燃料混合使用 對不對 因為基本上它也是用來燒的 所以可以 所以供機載電力的使用 然後也可以提代 運輸用的化石燃料 價格成本都比 大多數的在這方面低 然後呢 可以達到什麼 處理廢棄物 農業轉型的一些 多重的效果 然後可以開發有效的 立基料源 然後入藻類這樣子 弱勢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能源藻類的運動技術 只有都示範 這是指台灣 不是指全世界 所以說料源供應品質不穩定 甚至材料的性質種類複雜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講的那麼多有沒有 液態氣態 然後各有不同的種類跟用途 甚至燃料需要足夠的 所以說需要足夠的規模 但是這個時候就是怎麼樣 它的好處對不對 基本上 有力跨國利用 什麼技術發展化石的相輔相彩 跟上面的差不多 可以跟其他再生能源 或新能源搭配 比如說你今天如果用的是氫氣的話 跟CEO的話 產生氫氣跟CEO的話 可以用來做什麼 用來推動我的什麼樣 我的燃料電池 威脅 最主要是這個 料源供應性 如糧食 職業 耕地面積受限 法令尚未未偵完備 現在應該差不多OK了 最好這是去年的白皮書 不過慢慢已經有了 基本上就是說 還有一些相關產業技術 大家看一下 反正 所以這個是 他把它分類 他把它分類 我們講說技術的項目 包括固態 廢氣物 衍生 燃料技術 生態 生植物 培燒技術 跟 負油脂 藻類 養殖 是剛才講的 對不對 這個是個別的一些技術的分 這就太小了 我就不講了 大家自己看 如果有一天 你要從事這個東西的話 好好去研究一下 你可以找到政府 有很多補助 會讓你 要成立什麼公司或投資的時候 風險不要那麼大 對不對 這是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希望達到的 短程對不對 短程 RDF的燃燒最適化 然後 氫氣發電技術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RDF的話 就包括一些什麼鍋爐 一些 流體化床的燃燒這樣子 然後中程又要變成一些企劃的化電循環 效率到40%到45% 看一下就好了 OK 好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 還有 忘記了 這個是一些法定規定的種類 大家要知道了 你講說為什麼我們要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 有些東西要先把名詞定義出來 所以說這邊介紹的是 在1993年的時候 美國 美國的環保署 叫Energy Policy Act 不是這不是環保署 是叫一個環保 一個能源政策的一個規定 它把一些東西定義為什麼 那個什麼 Autonative fuel 這叫做替代能源 替代燃料 不要講替代能源 替代燃料 所以這些東西是指替代燃料 他們當初定義出來的替代燃料 所以一旦有定義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後續就會做一些補貼 這都是一定要很定義清楚 所以包括這幾種是所謂的替代燃料 第一個是什麼 甲醇 遺醇 對不對 甲醇遺醇的話 可以從什麼 生殖材料裡面發酵得到的 那個Nature gas 天然氣 它希望 天然氣是自然的 那為什麼是替代燃料 它希望說有一天 如果我們不要吃石油 天然氣還是比較 很多地方 天然氣的產地就不像石油的那麼的 局限在某幾個國家 天然氣很多國家都有 所以天然氣希望也是可以把它變成替代燃料 然後還有什麼 冰碗 冰碗就是我們溢化石油器 液化石油器就是冰碗 然後還有我們的生殖材油 氫氣 還有P-Series的一個燃料 基本上它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什麼 乙醇跟這些東西加在一起的一些燃料這樣子 還有什麼 電力 所以說如果說你發展的車子 是用這些東西當燃料的時候 它就符合它的規定 就有些補貼了 所以這邊你看到幾個有沒有 比如說電動車 我們之後會有一個章節講電動車 輕能車這兩個 對不對 乙醇車 還有天然氣車比較 天然氣車比較少 不過乙醇車還有什麼樣 還有生殖材油車 大部分就是這幾個可以用來做什麼 用液態的 比較沒有運輸上面的障礙 而且安全性沒有問題的時候 然後 當然還有電動車這樣子 就是一些替代燃料這樣子 所以然後這個是剛才是那個 那個是1993年的時候定的 那DOE的話 DOE就是美國能源部 它也自己做一個定義 什麼叫做替代能源呢 就是這些 第一個就是說 85%的 85% 超過85%的什麼的乙醇 就是要1.85以上的 當然這個乙醇可以是什麼樣 可以是 可以是 一般是乙醇或是酒精 所以說你要符合美國的 補助規範的話要1.85以上 台灣現在是沒有這種車子 1.85以上 然後怎麼樣 還有天然氣 天然氣把它 當然是加了天然氣或是什麼 或是把它液化天然氣 然後還有液化石油氣 Propane 就是丙碗 那個液化石油氣這樣子 還有hydrogen Code derived liquid fuel 就是說從煤 產生的一些液態的燃料 比如說煤油之類的 然後還有從什麼 從生物體得到的一些燃料 就是廣義的什麼生殖燃料油 還有電動車對不對 電動車包括什麼 包括 它包括電動車 還有包括什麼 太陽能車都OK 還有如果是說你是要升值 才有的話 不要比100 才算是替代燃料 所以變成說它的規定 又比 剛才那個規定更嚴謹 更嚴格一點 為什麼要這樣做 沒有這樣做 然後就沒有辦法補助 沒辦法補助的話 這種車子永遠是什麼樣 就賣不出去的 因為它永遠是比什麼 比一般的 我們吃汽油的車子貴太多了 我跟學生前幾天跟我講 他說要去看車子 看TOYOTA 他說TOYOTA的車子是什麼 現在賣得最好 TOYOTA的油電車賣得最好 真的嗎 現在油電車TOYOTA的油電車 一輛應該還是比一般的車貴吧 這邊有人 有人知道TOYOTA油電車 這輛賣多少錢嗎 他說他去開TOYOTA的車 然後Sales跟他講說是 油電車現在是最暢銷 但是 油電車很暢銷 但是到底 到底 我不知道 我覺得油電車是未來的 未來是一個方向 可是現在 現在台灣真的是 買油電車真的會比較省嗎 短時間之內 你可能會省掉 一些汽油的錢 但是呢 你長時間之內 你那個電池的維護跟 如果要置換的話也蠻麻煩的 那個電池組的話 基本上都是那個 應該是買油電車 應該國家應該有補助啦 不然的話油電車那麼貴 所以到這邊講這邊 就把剛才那邊做個比照表 生殖柴油 還有什麼樣 那個什麼 那個天然氣 就加壓天然氣 或是E85的 就E85的那個乙存車 或是什麼 液化天然氣的那個 就是一個是 CNG 一個是LNG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壓縮的 它是氣體的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液化的 或是液化石油氣 或是怎麼樣 或是這個是有M85 這個M85比較少 假存車 大概市面上比較少看到M的 看到E比較多 因為E做起來比較 成本比較好 它可以 這邊第二行是講它的主要的什麼 成分 對不對 這個顧名是 那個柴油 大家都知道是C10 或C18的一些 一些酸類的 然後那個 天然氣是甲烷 CH4 然後乙醇 甲醇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所謂丙碗 Propane 就是丙碗 那個丙碗 那個一般我們的石油是什麼 心碗比較多 這個液化石油氣的話 是什麼 丙碗 然後它可以用的一些地方 所以這個是它的熱質 它的熱質 你可以講說 每個加倫產生的熱質 氣體的話就不用比了 氣體的話一定是很低的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還是氣態的時候 雖然說它加壓過了 它還是很低 一定是變什麼什麼 變什麼液態之後的話才會很高 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的車子適不適合 你單位公司 你的油箱 就這麼大 你要放多少 然後才能多少熱質 車子可以跑多遠 這個很重要 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是說 跟我們的什麼樣 跟我們的 我們的一般的汽油相比 還是沒有汽油好 你看下面這個東西有沒有 90% 70% 66% 74% 57% 所以看起來還是 假汽油的那個 跑起來是比較經濟的 只是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現在發展那麼久的 內燃機 我的引擎 當初就是為汽油設計的 所以說今天搞不好 如果說你要重新翻盤 那設計一個適合他們的搞不好 就不一樣了 不過大概不太可能 因為引擎已經設計那麼久 那裡面太多know how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 下面的 你看這個才25% 所以你不可能用氣體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狀態 所以就看一下 未來看看你的車子要吃什麼 看一下這樣子 ok 好 所以我們大概又很 很廣泛的把生殖能介紹過一遍了 我講過了 這裡面沒有太多的技術 就是一門科普 但是希望聽完之後 你對什麼 不過也要回去要念 你如果只聽我講 你大概是聽過 就從這邊進來 從這邊出去 你大概也不會有太多的idea 不過最起碼希望說你聽了之後 然後你可以了解一些 一些左右的一些能源的一些來源 ok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講核能 大家如果要聽我講核能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我好像在永和 我想說沒有 我沒有在永和 基本上我覺得是要節能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講到核能 因為我如果這麼講 大家都以為我是永和的 其實我是什麼 我不希望任何的那個 我只要說人類有最基本的那個 最基本的那個 最基本的那個 最基本的那個生活所需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不太常這樣 我也跟 因為有宣傳我跟各位知道說 像我太太我就問過她一句話說 你們現在年輕女孩子 對不對 我不能講她叫生冠養的 只是說每次帶他們去野外的時候 她都會 哎呀衛衣設備也不好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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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怎麼樣子 去野外 我就跟她講說 那如果有一天沒有電 你怎麼辦 對不對 我就跟她講說那如果 你現在這樣子 我本來也想說 會這樣啟發她說 嗯對啊 如果有一天沒有電我怎麼辦 那我應該現在好好訓練我自己 她不是要說 那如果沒有電的活著 有沒有什麼意思呢 我就不要活了 她真的是這麼回答 那個是早期 很早 她現在可能有點改變 跟我在一起之後 就知道說 她不能那麼叫生冠養的 這樣子 做小姐的時候可以這樣講 現在大媽媽就不能這樣講 這樣 那我就不要活了對不對 只是這好像不是我們應該教導人 我們應該講說 在什麼樣的生活裡面 你應該都有毅力的滑下來 所以說我們現在訓練自己 可以應付這樣子 那訓練自己 不是強迫自己 變得過得很辛苦 而是調整心態 變得 在那個時候過得很舒服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調整心態 在那個時候過得很舒服 而不是說 創造你有這種毅力 吃苦的毅力 我從來不要訓練小朋友吃苦 你幹嘛沒事吃苦 你應該調整那麼心態說 當這樣子的時候 我心境還是很漂亮 還是很可 對不對 就是說 科技 真的希望 可以用我微博的力量 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科技的發展 對人類不是完全 真的有一天真的 你會看到每個人 頭都很大 手指都很長 那什麼東西 越來越萎縮 對不對 大家都玩iPhone 手指都很長這樣 不過應該也沒有到這種地步 因為還是有很多人嚮往田野自然 OK好我們看看是說 講核能 除了講說什麼樣 講說它的低廉之外 其實用低廉來說服一些人 大家不會接受 對不對 用環保的概念去說服人家 它比較有水準一點 你看 各種技術 你產生每千瓦小時 就是每千瓦小時 就是每度 每度 會排放多少克的碳 大家看一下 核能 風能更少 太陽能也很少 但是我們講說風能太陽能 它不能當基載電力 因為它是什麼樣 間歇性的能源 它不能當基載電力 所以說你要當基載電力的話 已經是上面的 那生殖能還是要燒 但是生殖能 我們說它靜的 排放量沒那麼大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起來 你如果說那邊有太陽能 為什麼太陽 要啃瓷 太陽熱能 所以反正不管 就是說你如果開 跟現在最便宜的火力發電廠比 燃煤 比起來 你就大概知道說 為什麼核能 在某些程度上面 你做環保的人 你如果是支持二氧化電的話 核能是要支持的 但是你如果講核能本身 那是一種污染的話 那當然是另當別論 對不對 好 所以就是 剛好講到那個 OK 我們講說這個 所以我們看說 這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什麼樣 那個什麼 另外一個 每個國家 這個當然是 像日本現在是0了 日本現在是完全沒有了 所以它是講說 每個國家他們的各種電 各種電本身 然後他們排放出來CO2的量 你看核能 不管是哪個國家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樣 平均是最低的 這邊只是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真的對CO2 對碳 你真的是很care的話 這邊是你的考量 這邊是你的考量 但是這邊考量之外 要考量在什麼 考量到生態環保 就不知道了 水力發電 最便宜 也很便宜 但是真的是不好找那個場子 那核能發電 可能是比較可行 但是現在就是說 大家要去思考 所以我還是希望 我希望廢核 但是廢核要配到 大家要節約能源 如果大家不想節約能源的話 我覺得核能發電廠還是要在 就這樣 好 講一下核能的一些原理 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講說 這個是 我們一般講說 現在比較多來用的就是 這是什麼 這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 基本上裡面 有多少 指指跟中指在裡面 然後外面有多少個電子 這樣子 然後這電子 也給我能接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它是蠻小的 然後一般來講 需要的能量比較小 大家想想看說 你今天這裡面的話 這裡 我們不是講過 好像有提過物理學 物理不是有講過說 有幾種基本力嗎 宇宙裡面有幾個基本力嗎 還有一個強力跟弱力嗎 你想想看 在這個裡面 它怎麼可能 子指跟子指可以合在一起 他們兩個都帶正電荷 然後它的距離是無限小 你知道嗎 它需要多少力嗎 我們吸引力是跟什麼 距離平方乘反比嗎 但是距離無限小的時候 然後那個次力是什麼 幾乎是無限大 但是不能說無限大 所以那個數字是天文數字 所以這裡面 一定是有很大很大的強力 把它什麼 吸在一起才有辦法 這個力量就是我們要用的 我們希望把這個 讓這兩顆子指 讓這些子指在一起的力量 可以釋放出來 一旦分開之後的話 那就是說這個力量 那個能量就爆發出來 好 那你怎麼樣子讓它分開 它是Stable的啊 它是穩定的啊 你要怎麼辦 就只用打它嘛 那打它兩顆比較好爬 還是打大顆比較好爬 就是感覺到是說 你需要給它打它的能量 讓它分裂的能量 哪個比較大 就是大顆的 基本上它距離還是比較遠一點 外面的東西或是怎麼樣 就比較容易被打出來這樣 所以我們都選擇比較大顆的 那大顆那你怎麼打它 你想想看 你要打一顆 打電子也不是啊 打電子到時候遇到這個電子 又被刺回來啊 打直子也不是啊 打直子根本打不進去 到這個地方又被刺回來 又帶震電 然後什麼打中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選定 選定特別的 就是我們的Target的那個什麼的原子 一般來講 又有235很大 所以說它原子核 原子核裡面有235顆很大 那比較容易打的時候 可以不要把它分裂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基本上 所以要講說 我們的Biting Energy 就是說基本上 我們要先知道 所以說一定要先知道說 到底它的見解力有多大 這個力量就是 我們需要提供的力量 讓它給什麼 做分解的 然後 然後 這邊還有講說 基本上是 這個Biting Energy 也是就是說 基本上 我們可以算出來 我們 Einstein有講過說 E等於mc平方 好 那我們只要知道說 這個 這個c就是 那個什麼 那個 光束嘛 這個s呢 就是什麼 你打開之後的 就是 打分裂之後 這個是什麼 在一起的時候 你發現說 這個原則 基本上 它分成兩群 跟它在一起的時候 它質量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跟我們 一般講的什麼 質量守恆是違反的 所以我們講說 在那種 安斯坦的相對論裡面的話 我們是講 什麼 資能守恆 不是只講質量守恆 因為如果質量守恆的話 就沒有能量放出來 所以說確實去量 真的質量會改變 只是改變量很小 小到說 你幾乎一般我們生活裡面 我們可以什麼 我們可以忽略 但是呢 你這個微小的質量改變的時候 你如果乘以光束的平方的話 那個力量就很多了 所以它這邊只是跟你講說 怎麼算 這個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是 打分開之後 這個是分開之前 他們質量差 這個質量怎麼算呢 就是什麼樣 就是你可以把它的什麼中子數 對不對 中子數 跟什麼 中子 比如說這是proton 是直子數 乘以直子的質量 中子數乘以中子的質量 剪掉最後的那一顆 因為打開之後 打掉之後的話 它會變成兩個什麼樣 兩個化合 兩個分子 還有什麼中子會亂跑 這樣子 就可以算出來了 所以說 從這邊我們就可以估計出來說 大概是多少 所以這個看的不是很清楚 這邊只是跟你跟我們講說 跟我們講說 那個什麼樣 那個binding energy 一個molecularbinding energy是多少 那我們當然希望是說 這個binding energy的話 可以比較大一點 比較大一點 在這個地方 又二三五的話 是蠻大的 然後它的binding energy夠大 所以到時候的話 基本上我們如果釋放它 binding energy就是在一起 然後打開之後 就要釋放出來 那個energy要夠大 夠大出來的時候 我們這樣子 可以用能量比較多 但是呢 又要比較容易 可以把它什麼 給它打散 所以基本上看了一下 就是什麼 柚這邊比較多 所以我們常講說 現在我們不是提過說 柚的含量 現在也是剩四十年五十年嗎 那四五十年之後 沒有柚怎麼辦 就找另外一種就好了 找另外一種適合的 適合的那個原料 用同樣的反應 這樣就可以做了 所以說基本上 它也是很多替代的 所以我們這邊講說 大家都知道 有核分裂跟核融合 對不對 這是核分裂嘛 核分裂最簡單就是什麼 U235 對不對 它有235 那個質子量是235 原子序 不是原子序 原子序235 就是代表說質子跟重 你打一個中子進來的時候 變成U236 這個時候它會分開 會有反應 反應之後就變成什麼 這個是Kr92跟什麼 跟著B 這好像是色還是什麼 這個是氧還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這樣子 那加上幾個中子在外面 利用這樣子的過程的話 就可以什麼 產生 這邊就可以算了 就可以算出說 一個這樣子可以產生多少能量 我們剛才講過說 你把它們的質量就算一下好了 一個U235的話 質量是235點AMU這樣子 然後算起來 把後面的全部的質量 減掉前面的質量 代表說一次核分裂的時候 會增加這些質量 增加這些質量的話 基本上這乘以什麼 乘以我的光速 所以一個原子 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這個的原子的話 就可以產生這麼多焦了 你想看 銀墨的原子裡面有多少 銀墨的這個東西有多少原子 它產生的量就非常非常大 雖然說它產生的那個什麼 它的 你看 所以你想說 為什麼我們在我們 那個古典力學裡面 我們可以講質量的時候 因為這種改變幾乎是什麼 不能 沒辦法去測到的這樣子 但是確實是有這樣 所以這個基本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講 它說什麼 The energy released by a fission 就是說基本的fission reaction 就是說 做一個核分裂的反應的話 它那個什麼 釋放出的能量 是什麼 Six order of common chemical reaction such as combustion of fossil fuel 基本上是什麼 比我們傳統 那個什麼 化石燃料燃燒的化學反應 是什麼 大六個order 當我們講說大六個order 不是乘以六 當我們講大六個order是什麼 十的六次方 我們講一個order是十的一次方 所以六個order 所以說你同樣的東西拿來做燃燒 跟拿來做核分裂 差距是什麼 十六次方 一百萬倍 所以說基本上你就可以知道 核能真的是那個 所以我們講說這邊 我們講說基本上如果 如果說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三千百萬瓦很大型的發電廠 三千百萬瓦很大型的發電廠 它一天的話 它需要多少 一二三五 它需要三千九公斤 它需要多少的那個煤 百萬的 百萬公斤級的煤 它需要多少油 百萬公斤的油 它需要多少 那些為什麼都是百萬 我們講過說六個order 這就是依靠燃燒 產生的火力發電 產生的能量 化學能 所以化學能跟什麼 跟核能 是那個 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如果是以戰略的考量 你要怎麼辦 我真的自己用核能 我今天只要 等一下好像有一個東西 有一架次的什麼 一架次的那個飛機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一架次的那個 的一二三五來 我們可以用半年 就不用再補充 用半年 所以我們如果國家有什麼樣子 要跟人家戰爭怎麼樣子的話 你封守我 我半年之內都還沒問題 但是問題是 如果是這個東西的話 你一個禮拜之內沒有郵輪 來的話 我就不曉得怎麼辦了 對不對 大家就知道 如果跟我太太一樣的話 大家都知道去死了 所以這個是你如果用另外一個戰略考量 當然你想說太陽能跟風能跟水利能 都完全是我們自己自有能源 當然也是 所以說那個也都是要均衡 所以常常講說 東西不能只是很單純的 去從經濟上面考量去看 有時候還要把那個層面擴大到整個那個車 當然因為我們不在那個位置 可能我們想像沒那麼多了 然後基本上 我們常講說 一個輔導發電廠 為什麼說關閉之後還繼續再這樣 一旦這個反應 是一旦反應之後 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它是一開始 你用一個中指打右二三五 那右二三五會變成這個東西 剛才又產生三個自由中指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兩個自由中指 你今天打一個中指進去的時候 會變成這兩個新的 雅根就是可能是KR可能是 或是說這個貝 它會產生兩個自由中指 這個自由中指的話 當然就是繼續打了 所以變成說 你就一旦打下去之後的話 就開始怎麼樣 就有連鎖反應的 你就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 它都是自己在那邊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 然後就一直發電一直發電 你要怎麼停止它 你唯一能停止它是怎麼樣 你要隔離它 就是把隔離板隔離起來 但是隔離起來的話 一般隔離之後的話 可能還要一個禮拜或是多久 它才會慢慢的效能下降 然後再慢慢慢慢的 所以不是說那種 像火力發電廠說 你關了之後就沒再燃燒 不是這樣子 所以核能發電廠也是有這種特性 這也是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 如果說你今天要真的是把它shut down的話 像輔導事件這樣 你把它shut down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立即的 它下面還是在做反應 所以它是一個連鎖反應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什麼 我們講說另外一個 當然大家講說 核能那個什麼 核分裂會產生核廢料 所以大家講說為了核能是什麼樣 核融合 核融合就沒有核廢料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核融合產生的是什麼樣 產生的是個水 或是一個氦氣 核融合跟有相反 你要要兩個融合在一起 所以這裡就不能很大 剛才核分解你要找到很大的 這樣打它分裂比較快 你現在叫核融合 你要找比較小的 然後這樣子比較小的能量 讓它可以怎麼樣 聚在一起變成新的東西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在做核融合的時候 就怎麼樣 找氫氣跟宗旨 然後打在一起變成什麼 變成氦氣 就沒有什麼 就沒有放射線 所以大家講說 如果有造於核融合的能量又更大 然後怎麼樣 又沒有核廢料 或許就是解救世界能源的一個什麼 一個方法 但是誰知道 因為它需要的能量太大了 然後它的溫度太高了 所以說現在歐洲這個研究 到底能不能做出來不知道 所以你們講說 基本上 它是把兩個或多個 原子的原子 把它弄在一起 然後讓它融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比較重的 這個時候的話 它也是可以怎麼樣 也是可以 可以產生很大能量 不過就是說它的操作溫度 跟操作能量很高 所以大家知道 什麼叫核子彈跟原子彈的分別吧 核子彈 原子彈就是什麼 用核分裂做出來的彈 叫原子彈 那核子彈就是什麼樣 就是用核融合做出來的彈 叫核子彈 核子彈 需要很大的能量 因為你想要把 剛才原子彈 只要把中子打到這個地方 中子打過來 需要的能量 不會太大 因為它根本沒有排斥性 那你要把兩個 有那個什麼 可能有一個東西把它弄在一起 然後變結在一起的話 那需要的能量要很大 需要的能量要很大 所以一般來講是什麼 你核子彈要做之前 要用原子彈先怎麼樣 先把它引爆一個核子彈 產生很大的能量 然後那產生核融合 那就釋放出來的能量 這個時候我們的能量 是競得到的能量 因為那個釋放能量 比輸入能量還高 所以說你就知道說 核融合不好做 對不對 你要先產生高溫的能量 在電廠裡面 它產生高溫的能量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產生高溫的能量 那個電廠怎麼去讓我這個電廠 不會溶解不會幹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 大原理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講 我們講說核能的話 不是 如果再講核能 不能只是講發電 一定要從前端到後端的處理 都要講 都要講 所以說基本上 核廢料的處理 也是一門核子反應 核能裡面非常重點 基本上 也不曉得是選對還是選錯 這是聽一些老前輩講的 當初國家要發展科技 然後要清華跟交大 然後就要選 說哪個學家要選什麼 然後聽說是清華先選的 那時候核能正夯 所以清華就選了核能 說他們要核能 所以他們有全台灣委的核工所 那交大聽說是講說 那時候可能電子 沒人做還不錯 就選電子 就選了這樣子 就好像 如果依照過去30年的經濟 看起來好像是我們選對了 對不對 但是未來30年前不知道呢 交大就太偏電子了 如果電子沒有那麼大的發展的話 那有天電子也變成傳統產業的話 那交大何去何從 對不對 反而清大因為這樣子多樣化 因為當初核工選錯了 他們要找了很多讀進 所以清大的發展就很多樣化 清大的那個科系的完整性比我們多 這樣子 反而人家搞不好 就這樣子建立一個很好的基礎 搞不好未來50年 他們在發展上面就比我們容易多了 那我們太過於電子的那個 不是有一說法 說我們交大校園很像一個主機板嗎 他到處插東西嗎 所以我們交大已經插 我們主機板已經插滿了 我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再建建植物了 天天在插東西啊 以前插那個天嘉餅大樓 現在要插那個理學院大樓 我們這個主機板已經插滿了 對不對 這樣子 所以也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這個 講這個核能 除非是人類不發展 好 我們常常講說反應爐 反應爐 什麼是反應爐呢 反應爐基本上我們講說 有幾種東西叫清水式反應爐 我們叫做light water reactor 就是什麼 它的水是屬於清水 就是一般的水 就是一般的水 所以說一般的水的話 如果是要工作流體是一般的水的話 我們就叫清水式反應爐 然後呢 清水式反應爐裡面又有分幾種 一種叫什麼 廢水式反應爐 廢水式反應爐 廢水式反應爐就是說 我把水給沸騰 然後發電 所以這是一個示意圖啊 這是我的什麼 我們也聽過一個叫為主體吧 去年的那個輔導 大家應該都聽到 這就是為主體 這就是為主體裡面 這是反應爐在裡面 基本上 基本上就下禮拜再講好了 這就是為主體裡面 那就是為主體裡面 那就是為主體裡面 那就是為主體裡面